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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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接受现在这个面目全非的自己 给亲人带来伤害真的很抱歉 是我自己走的 孩子是我带走的 我认为这是对他好 一切不再解释 我所有财产 物品 一切都归爱人李国明处理 整件事情令人唏嘘 从其留下的遗书看 无法接受面目全非的自己是自强的根源 导致面目全非的原因是 工作压力大 不堪重负 生活乏善可陈 毫无乐趣 所以选择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并认为这是对孩子好的一种选择 该是怎样的绝望 才能让一位年轻的妈妈厌世到亲生 并产生求死是对孩子好 这样的错误认知呢 据他家人讲 他刚休完产假不久 就被安排教授高三课程 高三课业繁重 他常常抱着孩子备课到深夜十点 有时碰上学生考试 批卷子就要到三更半夜 张某方的身上贴着这样几个标签 中年妇女 职场妈妈 产后抑郁症患者 其实无论哪一种身份 对于他来说都是无形的压力 随时都会压垮他 前不久 姚晨参加星空演讲 谈到女星人到中年的尬与祸 中年之尬 一时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 其实不仅女星会遭遇年龄之尬 带来的事业跳崖 每一个人到中年的职场妈妈 又何尝不是身陷困境 无力自救 当今社会 许多妈妈身兼两职 甚至数职 白天扛着工作压力 晚上到家既是免费保姆 又要化身家庭教师 自己的时间完全被压榨干净 我有一个朋友 自从儿子上初中后 休息娱乐时间全没了 他说之前工作不顺心 或生活有烦恼 会逛大街买买买 和闺蜜喝个下午茶 再不济 还能拍朵花发个朋友圈 解压方式换着花样的来 如今压力成倍增加 也想换换心情 出门透透气 奈何家里熊孩子撇不下 有时压力大的 只想原地爆炸 还有一位同事 当初为爱远嫁 伴随着孩子长大 人尽中年 工作家庭两头坚固 连回家省亲的时间 都被挤占掉了 只能碾一根电话线 为解私亲之苦 表达对年迈父母的牵挂 难怪网上有句话叫 职场妈妈的另一个名字 叫内疚 负重前行 看似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 其实早已被生活 虐得外焦里嫩 遍体鳞伤 在网上看过一位 职场妈妈的字述 全公司的人 都在开会的时候 我捏手捏脚 披头散发 衣衫不整地溜进会议室 接受来自同事们 习以为常的注目礼 和老板不满的目光扫射 这个月的考勤记录上 我已经迟到两次 请假一次 早退两次 分别是因为孩子生病 带他看牙 以及参加早教活动 记不清多少次 是在孩子的 哇哇大哭声中 满怀愧疚地出门 记不清多少次 是在孩子睡着的时候 才能归家 记不清多少个周末 因为加班 而把孩子轰出房间 更记不清多少次 在他兴致勃勃 拿着玩具向我走来时 我因为太累 而把他推向爷爷奶奶 一番话 令现场许多妈妈热泪盈眶 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 令很多职场妈妈 深陷心理困境 甚至成为难言之伤 有一种尴尬 叫中年妇女 每天围着灶台 按板孩子转 有时还得熬夜加班 挑灯夜战 有一种压力 叫职场妈妈 每天像走平衡木 摇摇摆摆 寻找事业家庭 平衡的支点 面对生活的重压 有人选择妥协 有人却天天在战场厮杀 作为一个笨思的 中年老少女 和活跃在职场的 家有初中生的妈妈 我特别有感触 一个月前 我换了新的工作环境 入职前 领导说工作得有适应期 我当时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 教学方面适应能力比较强 结果很快被现实啪啪打脸 只要一开始工作 平日里婉约温柔的我 立刻化身北方女汉子 每天耳边好像循环播放着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在面对不争气的熊孩子 和多如乱麻的任务时 我是崩溃的 嗓子吼哑了 便淘体肿大发炎 天天吞药片度日 好在 为了让我顺利度过适应期 深名大义的婆婆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先生也义不容辞地当起了临时的助理 一切小工作 她二话不说都懒了去 有文章说 妈妈的好情绪会让孩子优秀 家庭幸福 但职场妈妈的生活 已然是负重前行 还有孩子忽上忽下的成绩 刺激着血压指数 哪里来的好情绪 好脾气呢 各种焦虑 不可描述 如果在家庭里 孩子的成长 家务的操持 都被默认为 妈妈单方面的责任的话 职场家庭两头笨 这就不是用简单的焦虑二字 可以概括了 生而为女人 就是来人间历劫的 当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 再也没有了支配和选择的权利时 当我们注定要承受 生活不可抗力的结果时 唯有咬牙承受 更加努力的生活 中年危机 职场压力 中国妈妈的集体焦虑 一个都不会少 作为一个成熟女性 要有心理准备 并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 和自我调适能力 当然 还有家人的关爱支持 以及社会对职场女性的理解宽容 日本时尚界艺术大师 嘉藤惠梅子 说过这样一段话 面对忙碌的日常 要有一种冰来降挡 水来土掩的气势 不急不躁 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琐事 愉快麻利地处理好 你不能坐等上天赐你完美的一天 而是要在处理日常琐事的过程中 寻找内心的宁静 日子再忙 不要心慌 人事多尖 总要经过 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